好的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卫视时事大家谈 在上星期举行的七年抗战胜利阅兵仪式上 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高调宣布裁军30万 各界大感意外 有分析称习近平将对军队进行30年以来最彻底的改革 这包括陆海空以及战略导弹部队指挥统一化 陆军瘦身 非作战人员减肥 军官职业化和现役军官大幅裁减等等 另有评论说由习近平主导的解放军大调整 意在向西方看齐 那么习近平在军中和党内展示权威的时机 是否已经成熟呢 军中大洗牌是否意味着中共将更牢地抓住枪杆子 此举如何定毛各方力量的对比呢 时事大家谈 首先邀请两位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 一位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 何先生通过skype从纽约参加讨论 何平先生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 张先生你好 你好 各位好 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 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观众和听众 以及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 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 0551 400120 0551 欢迎各位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 同时也发表您的见解 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 我想请问在北京的这个张立凡先生 实际上关于习近平将对军队进行改革的这个说法呢 早在一年多前我们就在媒体上看到 尤其是纽约时报的曾经在去年发表评论说 这个习近平呢是有意把中国打造成一个强国 他同时呢希望把自己的政治权威 把自己的这个立威呢 这个保押在对军队进行改革的这个大项目之上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呢习近平要已经宣布了进行改革 那么这个说法呢和此前的这个媒体的报道可以说是不谋而合 那么张先生是不是说呢 中国政府就这些政府对军队进行改革 其实就是这个应该说是完全在意料之中的 并不是像人们说的那么出乎意料 张先生 其实我们从这个习近让他上台以来啊 他这个差不多每隔一个半月左右就会巡视一次军队 所以我们看他其实他比以往的好几位这个军委主席都更加重视军队 当然这个可能出于两点 一个是中共的这个基本历史经验 本身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那么现在已经得了天下 那么就是要通过枪杆子来保住天下 同时呢作为这个这个现任的军委主席呢 他也在这次阅兵中充分展示了他的权威 那么也就是还要保住他自己的这个权利和地位 不受这个其他政治势力的挑战 所以在这两点上来看呢 我觉得他用这个军队的现代化 或者包括裁军这样一个题目 来这个这个加强对军队的掌控 同时呢也实现这个他的这个中共 也包括他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 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这个雄心来讲 那么当然这个也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 所以我想可能在今后这个 据说这个大概要用两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个裁军 我想这两年时间呢也正好就是 他的第一个任期结束之前 可能呢他会完成他对军队整个的 指挥系统的调整 军队结构的调整 然后呢换下那些忠诚度不够的 以往或者是被以往的这个前前任提拔的 这些个贪腐的军人 他想重新把这个军队打造一遍 然后呢变成一个听指挥的 然后有比较强的战斗力 可以在国际上和这个其他的大国 这个比拼的这么一支军队 那么有了这样一支军队在手 我觉得他可能 至少他的地位的稳固就没有问题 那么作为中共的执政地位本身 也可以就是如他所愿 通过这一次这个军队的这个调整 来得到这个加强 我想可能这是一个基本思路 在这个基本思路之下 那么我们就要观察这个裁军会怎样进行 他现在已经传出不少消息 比如七个军区会裁写成这个变成五个军区 此前有个说法是说四大战区 现在最新的说法是会变成五个军区 然后还会加强这个海军和空军的力量 那么这个可能至少还要这个有些野战军会变成海军陆战队 等等等等 我想这些个调整都会进行 那么有一部分容缘特别是针对陆军的这个裁军幅度会比较大 所以这个呢我们还要继续观察 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 何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 您认为习近平目前在军中展示权威的这个时机 是不是已经成熟 那么另外张先生刚才谈到呢 这一波的对军队的改革两年之后呢 正好他的这个习近平第一任期呢 结束 那么这样一种这个铺垫之下呢 您认为习近平在进入第二任期之后 他在军队方面将会有哪一些作为 不可不可心的说 这个海外舆论和中国的舆论 对习近平的裁军的评价基本上是错的 这并不是习近平上台以后他的一个 突然为了强调他个人权威的一个举动 实际上尊贷的这个体制的变改和这个 人事的调整和裁军呢 在这个胡锦涛时期就已经任意的很成熟了 只是因为裁军这个事情呢 是一个得罪人的事情 是一个非常多的麻烦的一个事情 所以在这个胡锦涛把这个麻烦呀 扔给这个习近平 我们在2011年的这个年初的 这个大事件杂志和年底的这个 外场杂志都写得很清楚 就是说裁军事是必然进行的 虽然这个军会不断地在增长 但是整个的人员呢 人员是非常的膨胀 没有必要了用这么多的人员 比如说什么文庚团啊 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杂帕军呢 这个军事装备很弱的 你不裁掉它也没什么战斗力 也没什么用 还占了这个军队的这个编制 尤其是文庚团这些东西已经给人非常多的灰意 很多的麻烦 就是在一定的意义来讲 讲得不可以的讲呢 就是很多文庚团的这个野员呢 就自己干预成为一个卫安妇 成为这个将领啊 成为这个甚至成为地方美抗老板的这个情妇 或者说呢 他们的演出到处捞钱 所以根本就不成一个样子 那么这一种体制的润量和调整 根本不是这个习近平所提出来的 指使了习近平要拉上这个烂摊子 那至于习近平要不要靠这个军队来 来维持他的个人权威呢 我觉得根本不需要 因为人民解放军 现在根本没有能力 在这个亚洲啊 真正挑剔一场战争 或者进行一场战争 没有这个能力 更不应说 他要进行全球的这个军事投射能力 我估计习近平 即算是他要当这个总书记 再当上个四五年五六年 或者是十几年 这个军队的这个全球投射能力 也没办法经历起来 那么军事的调整 它的战斗力不会通过 一下子的这个调整五年十年 或者有了一些军事装备 就有了战斗力的 这样一支军队是根本不可能有 在一二十年之内 有这个挑战这个美军 这样一种以美军为主体的 这个全球的这个军事部署体系 是根本没有能力的 你举个例子来说 现在航海母舰 我们都知道航海母舰 这个解红军进行了一些演习 实际上航海母舰本身 就是一个巨大的这个笑话 不要说它是一个会贴 这个会贴现在为止 它的产品都没有搞清楚 是一个商人把它码下来 码下来也好改了 改了这个解红军 按照那个商人 现在公开出来接受采访 接受南华早报采访 说那个航海母舰的钱 都没有付给它 这个中国真的是一片混乱 一片肮脏 一片海岸根本不是习近平 现在有什么个人权威 就能够解决的 现在之所以给人这么一种感觉 就是不了解军事的人讲的 就是以为这个军事 可以吓唬其他的官员 其实根本不需要 共产党现在不需要 通过这么一个针的 威慑了党内体制内的这个人 他掌握了中左部 掌握了中纪委 一个给你帽子 一个折掉你帽子 一个把你送 然后再掌握这个司法系统 把你送到监狱去 这就足够可以威胁他的这个官员了 我不觉得这个解封军建立一个 现代化的这个军队体系 能够在短时间直到完成 我也不认为这个军队对他的政治敌人 有这么多大的威胁阻影 因为真正用这个 让军人走向政治前台 中国现在只会产生 根本性的这个变化 否则的话基本上没有什么 没什么用 这个军队基本上是 没什么价值 没什么用的一个东西 主要是给几个文文团一样的 这个军事战略军家 在这个中级令月台 胡说八道一下而已 或者说就是鼓励一些的民族情绪 很激烈的人认为我们 真正有一支可以跟美军较量的一个军队 实际上现在不要说跟美军较量 你现在跟日本这样一个 没有正规军队的这个军事力量 有没有能力对抗都非常怀念的 你甚至能跟菲律宾 跟这个越南的这个擦枪走火的机会 有没有我都一直有怀念 我原来还认为它有可能擦枪走火 现在看样子这么一调整 这么一乱就几乎没有机会 我们讲的好简单 好像这个军事体系进行一个大的调整 实际上那种涉及了人事的安排 涉及了这个经费的安排 涉及了这个人群的走向 所以头痛的要命 所以你看看习近平在军事演习上面 他没有那个月比事项 他没有一丝的高兴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个烂摊子 这是个问题 谁都知道这下平台讲过嘛 财军是什么 财军就是一个得罪人的事情 对于习近平来讲不是一个什么好事情 而且这个财军也得不到国际社会的赞扬和支持 为什么呢 就是说你看那些文官团一样的 那些军事专家在上面就讲话 吓死人 好像你真的是要搞军事威胁了 实际上你没有军事威胁的这么一个力量 然后你这个财军不是真正的裁减 这个装备不是真正的裁减 这个减少这个军事的经费 而是裁减那些 那个不必要的一些非军事的力量 或者是军事力量很弱的 所以你并不是传递一个 这个和平的这个信息 所以这个是一个几头都不太好的事情 我认为财军对于习近平来讲 是个头痛的不太好的事情 但是呢他给外界的一个感觉 好像是使他变成一个强人 即使情况并不是那么好 好 谢谢何先生 我们来接听观众听众朋友电话 热线电话400120551 山东的孔先生你好 山东孔先生 您在线上吗 能听到吗 请讲 我看呢一个军队能不能打仗 还是要看军头 你看看共军对外的两场战争 一个是朝鲜战争 一个是中越战争 这不是都失败了吗 朝鲜战争死了 说是上百万 美军才死了一万多人 是吧 中越战争呢 现在就好多 这个越南下来的好多战士 现在连饭都吃不上 打国军倒是取胜了 但是呢 这是内战 那些是在苏军的帮助下 在美国不帮助国军的情况下 去胜的 当然还有一次战争胜利了 那就是八九六四 共军取得了完胜 但是敌方呢 是市民和大学生 手无寸铁 这也够丢人的是不是 看上49年来的这些军头 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 徐才厚 郭伯雄 就靠这些军头 能打仗吗 当然还有古俊山 王守夜等等等等 我看到出路啊 还是要把共军改造为国军 由那个民选的总统呢 来管理 并且经常的四年一换 五年一换 好 谢谢 再见 好 谢谢山东孔先生 张立凡先生 我想问您 就刚才呢 和平先生谈到 中国的这个军队 它的改革是势在必行 这个不做是不行了 那么尤其提到 其中的这个文工团问题 那么认为文工团 这个东西呢 是军队中的一个 根本没有必要的 这个附属品 我想问问您 除了军队中 除了文工团 这个需要改革之外呢 其他的这个需要改革的 这个部分在哪里 那么还有呢 就是关于军心的问题 和平先生说呢 这个改革 对军队进行 这个大幅的裁剪 其实是把军心 可能会进一步搞乱 您有没有不同的看法 在阅兵当天 好像这个也有军人 或者是疑似军人身份的人 在这个网络上吐槽 说刚开始这个看阅兵的时候 就是这个看到这么多 各国的来宾都来了 场面这么大的时候 说这个落泪了 泪奔了 后来说听到这个习主席讲话 讲要裁军了 他们又第二次的落泪了 因为可能就是想到自己 会不会被裁掉 所以我想可能裁军 这个确实是一个 有很大风险的事情 那么这个这种风险 其实怎么说呢 因为我以前也曾经讲过 其实要掌控军队 主要还是这个要保住 执政地位和保住 这个现任领导人的权利 所以这个呢 对军队进行整肃是必要的 那么这个是我们从历史上来看 虽然中共一直强调 这个党指挥枪 然后年复一年的反对军队国家化 但是呢 实际上军队国家化 才是一条正途 而这个党指挥枪呢 其实就是导致 不断的有这个党内的派系 利用军队来这个干预政治 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老人干政 他的背后都有这个枪杆子的影子 那这个呢 当然这个我以前讲过 一共有过四次 这个文革一次用了林彪 这个文革结束的时候 也是搞宫廷政变 也动了军队 然后八九六四不用说了 这个军委主席干掉了总书记 然后呢 这个还有一次就是这个 二十几位将军要求这个 军委主席这个前任 等于是江泽民这位军委主席 留任两年 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相的干政 那这一类的情况 我想可能是这个现任的军委主席 所不愿意看到的 他可能就是想通过这样一次 这个裁军和对军队的整顿 这个提高部队对他的效忠 提高部队的忠诚度 然后呢 使军队呢 变得好使 当然呢 这个作为军队现代化 他也有很多需要淘汰的部门 这个呢 好像国防部的发言人 也已经讲到了一些个装备落后的 这些个军队 可能这部分部队就要裁撤掉 还有呢 就是我们大家猜想的 当然一个就是花拳绣腿的文工团之类的 这些个起了 其实是起了祸乱军心 和影响军队这个形象的这些东西 可能会去掉 那么当然还有就是这个 像军队的医院是不是可以就是少用 或者减少现役人员 多用这个非现役人员 但是我知道其实很多国家 它的真正的战事体制 它的这个军医系统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它不会完全转为地方 然后呢 据南阿佐报的说法呢 说可能会有这个这30万里 可能会有17万的这个军官被裁撤 这一点我倒是比较感兴趣 但是这条消息好像据说很快就被屏蔽了 但是呢 我想这个我们猜想就是 这些个部队的 这个部队的这些个机关兵 可能他们这个 做部队机关的这些人 可能他们会减少 那么这中间呢还有我想就是随着 所谓这个这个清理向 此前的军委主席麾下的 这个两位副主席 郭伯雄徐才后的同时 可能还会有相当一批 这个可能忠诚度不够的 不属于这个习享用的这些个高级军官 他们是不是会退役啊 或者是退休啊等等等等 所以我想可能整个军队内部的结构和布局 会要有调整 这种调整一个是为了忠诚度而进行的调整 还有一部分也是确实为了军队的现代化 然后减少成本的这种调整 然后也有传闻说可能会有相当一部分这个现役的军人会转成武警 甚至派驻到新疆去 但这样的说法现在也得不到证实 所以我想这些呢就是目前来讲肯定是一个军心不稳的一个时期 所以在这个时期我们看这个习本人所冒的风险我认为也是比较大的 但是就看他这个是不是能够完成 就按他的计划在这个本届任期结束的时候完成这个调整 如果真的完成的话 可能我觉得他的这个 他在这个党内军内的地位会进一步的得到稳固 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 那么刚才的张先生和平先生 刚才张先生谈到关于军心的问题 那么实际上呢 关于军队和这个中共之间的矛盾呢 早在胡锦涛时期就有一些报道说这个当时的标题呢 是说胡锦涛和这个军队和胡锦涛之间的这个矛盾呢 是已经公开化 那么关于这样的这个矛盾论呢 是不是可以说明就是说这个军心呢 现在离中共这个应该说是偏离中共的这距离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越来越远呢 为什么会这样 是不是这个领导人一届换一届之后呢 他们越来越弱势 没有什么 真正的军性和党性分离的 军队是党的一部分 他是按照党的这个任命的程序 按照这个掌握权力的人 所以进行这个任命的 所以呢就是谈不上两者之间有根本的冲突 他真正的矛盾就在某一个军头 他觉得自己比较牛逼 他不把总书记看在眼里 或者是不把这个文官的领导看在眼里 所以这种情况是在这个军举本身很弱的情况是要产生的 这个胡锦涛吧 他是一个无能的人 但是他无能嘛 他假装领导军队 那军队呢就假装被他领导 各自搞一探 但是呢并没有根本性的这个冲突 那么军人们呢就以这个党的名义 去以党的冲突的名义去申请经费 自己建立一个独立的这个体系 那么习近平只要不对冲突 进行根本性的这个改造 所谓根本性的改造就是 一个国家应该有自己的这个冲突 但是中国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没有自己的冲突的 只有一个这个党的冲突 一个国家没有冲突 这是天大最大最大的一个笑话 最荒唐的一个笑话 这是说明这个国家 根本没有进行政治 基本上文明 失业的这个一个笑话 一个国家没有冲突 而冲突又反对 这个冲突它是国家化 我不知道逻辑怎么来的 这个国家都是 你跟他那扣起的一个国家 你在这个国家里面 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冲突又反对这个冲突国家化 也就是反对国家 那等于你就是再不爱国的人 对不对 你就是这个这个 你这个逻辑怎么来的 我怎么都搞不清楚 他这个逻辑怎么来 其实不是一回事吗 你所有的国家 无论是行政的官员 还是党务公民 都是你任命说了算 都是你自己秘密开会 政治局开个会 决定一下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部级官员 这个这个 这个政治局常委 开一个会 决定这个这个 这个部级官员 或者是副部级官员 都是你自己 这个这个 这个黑箱里 作业的一个东西 那你为什么 至于也 民进上反对这么一个 一个冲突国家化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改造 极大的改造 我认为没有什么价值 至于整装外部和总好几部 我们早就讲了 这两个机构 根本就莫名其妙分开的 各自搞一个整装备部 搞一个总好几部 劳病伤财 实际上现在的地方 真的体系里面 或者是野战体系里面 整装和总好 早已经早就自己合并了 因为没办法去分工 你怎么分清楚 什么叫奥金 什么叫装备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一次整装 整总好把它合并起来 是不是大家都成立一个部 有人说可能就成为一个二级部 直接的这个支援 这个总参谋的体系 或者是隔个兵门之间 隔自成立一个总部 然后统合在这个总参谋长 这个支援 这段东西没有什么 它的研究价值 为什么呢 基本上会按照美国的这个标准来 因为美国的这个军事标准 是经过了几十年不断的实战 就不断在参与这个战争 然后控制了前 军事投射能力 具有全球性 控制了全球的这个和平与安全 然后它是一个最现代化的一个军队 那么中共要走向军事的 本身的技术方面的这个现代化 学习美军是必然的一个趋势 所以以前装备 这个军事服装 你看起不是美军 这个脸是中国人的脸 但是实际上那个军装 那个帽子 那些东西都是美军的 都是一个美式的军装 现在是要把这个指挥体系 类似于这个美国化 但是这个不是根本的 根本的东西是你这个军队 是指什么样的军队 如果不是国家的军队 这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兴起 就是一部分政治人物所操动的 这个军事力量 这个是一个根本上的一个东西 第二个是如果不是一个国家的军队 那国家有什么必要 有什么义务 去跟这个军队提供这个金费 如果这个军队是不能受民众所监督 不能受法律所监督 这就是应该一个被潜在的 被潜在的 被应该被批评的 应该不允许存在的一个武装力量 因为党是一个私营机构 党是一个私人的系统 它并不是一个公正的系统 你就是一帮人搞在一起 你搞了一个政党 谁都是可以的 但是它跟国家和政府的 这种公企的东西是不同的 中国怎么会允许成立这么一个 私营的私家军呢 这个党位军呢 这是这根本的问题 我不同意刚才张先生所讲的 这个军事体系挑战了 以后习近平就会建立什么地位 没什么地位 军事的 军队如果不走向张先生 长期提倡的那种国家化 我认为习近平做一切都是白打 你把这个军队打造得越现代化 越强悍 那对国家的伤害的程度就越大 而且对亚洲的和平 对世界的和平伤害就越大 好 不管这个军队应该怎么样 首先必须是受制约 如果不受制约的军队 就是一个可怕的本质力量 好 谢谢何先生 那么400120551 400120551 欢迎各位继续拨打热线电话 提出您的问题 发表见解 张立凡先生 我们谈到这个军队的改革 那么上一次呢 进行军队的这个大的调整 是在1985年 由邓小平他来这个 当时呢是他发号施令来进行的 那么这次的这个军队改革 和上一次的这个改革呢 请您比较一下 它的这个难易程度 还有历史背景呢 有哪一些异同 张先生 这个当然这个邓小平 他是这个毕竟他是打过仗的人 虽然他是当政委 虽然他跟着刘伯承 这么一个这个 这个比较善于打仗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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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帅 所以呢当然这个邓小平 他自己本身 他对于自己在军队中 树立的影响 他也是比较重视的 所以呢实际上我们看 他打这个裁军和这个在这个 还有他当军委主席 他这个什么打对月 所谓自卫反击战 其实他也是想在军中奠定一个 他自己的这个地位 因为大家认为他毕竟他是一个政委 他又跟着刘伯承 所以呢好像他没有一个独立的战功 所以呢他需要打这么一场对月的这个战争呢 来树立他在军中的这个权威 那么当然这个我们也看到 那么当然这个我们也看到他的这个台军的力度是非常之大 因为呢毕竟啊 就是说他在军队里的本钱是比较大的 和这个和 当然和毛泽东没有办法比 但是呢他跟这个叶剑英可以拼一下 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就是 邓在出任军委主席以后 他把这个梗标找了一个借口拿下 也导致这个习近平先生 他离开这个中央军委的这个岗位啊 这个这个情况来看实际上还是有 就是邓小平事实上 他当时是想清除这个叶剑英在军队中间的影响 然后呢树立他自己的这个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的权威 那么这一点他是做到了 而且当然我们也看到通过这个 不仅是通过打对越南的战争 还通过他的队内的这个就是六四的这个镇压 他也做到了 就是说他对军队的这种影响力 甚至到了这个他从军委主席卸任以后 这个这个当有人对他的这套经济改革的这个方案 提出异议提出要反和平演变的时候 邓小平居然还有力量 虽然他已经没有任何职务了 他利用南行讲话 利用这个当时的经委秘书长杨上坤和这个杨白冰 他们这个兄弟啊 来给他保驾护航 发表南巡讲话 居然还能够返回一局 就是重新把他的这个一生的工业 就是改革的工业 至少他保住了半壁江山 就是经济改革 后来政治改革他没办法进行了 但是呢 由此看来就是这种老人政治 他本身也是一种老人政治 这种老人政治的余威是非常强的 所以当然后面的居委主席都不如他 江泽民呢也是想要这么做 而且江泽民也搞了老人政治 但是呢他毕竟搞不到邓小平这个程度 那胡锦涛当然就更弱 所以胡锦涛最后是裸退 干脆把这个球就这个烂摊子 就留给了现任的居委主席 所以呢我们要看就是现任的居委主席 究竟有多大的力量和本钱 来这个树立他在军中的权威 我觉得难度呢肯定比邓小平要大 他毕竟他不是真正的航武出身 他自己也讲过 说猛将必发于足武 宰相必起于州部 那么他是主张从基层来提拔干部的 但是呢在军队他不是从基层做起的 所以这一点也是郭伯雄不是对这个有意义吗 郭伯雄就说人家这个意思就是太子党一上来 就起码是团聚起步 我们这些穷孩子就是大头兵起步 这个中间呢其实是 也说明啊 这个现在的领导人可能他在军队里的根子 虽然有很多太子党会支持他 军中的太子党会支持他 而且军队也是太子党的传统领地 但是呢毕竟经过江泽民时代以后 军中的太子党受创也是比较严重的 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高级将领也是被江泽民以诉摊的名义搞下去了 那么这个这中间呢有不少的恩恩怨怨 可能现在都没有了断 所以现在来看呢 我不认为就是现任的军委主席 他是他有邓小平那样的强势 当然他也不会有毛泽东那样的强势 但是呢我们不排除他把那两位前两位当做标杆 来作为自己的一个努力方向 究竟能做到哪一步 我们接着往下看 谢谢 好 谢谢张先生 400120551请继续拨打热线电话 吉林的吴先生你好 我认为这个我现在中国的财经与中国现在的经济下滑有关 我这个农民我怎么提感觉出来呢 就是我们农民的我们经济上的支补 我们都减少了20%这个金额 这是在中国你要在这个民主国家会举行 农民会大游行会反对的 还有这个威防改造 他也不当年给你补贴了 所以说我认为他这个因为架划造成的 我就说这些 谢谢 好 谢谢吉林的吴先生 那么何必先生我想问您 就是说呢 有西方媒体说 现在中国军队的这个组织能力呢 还和当年毛泽东募集百万农民士兵的 那个时候呢 是这个差不多可以相提并论的 就是说他非常的这个差 您是不是同意 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今天有 环球网有一篇文章 他的标题呢 就是说这次的阅兵呢 是取得了五大成就 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出于宣传的 这个效果 同时他也说 这个阅兵呢 使得中国军突显出这么一个事实 就是说中国军队成为美国的 唯一的这么一个对手 那您的看法是怎么样 就中国军队 他目前的装备组织 这个指挥能力是处在哪一个阶段 先生讲的 然后我再讲这个问题 就是 虽然毛泽东和邓小平 个人好像有很强的这个威军色彩 但是当时他们所取得环境呢 实际上比习近平 所取得环境要艰难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毛泽东时期他个人 好像地位很脱去 但那个时候有很多元帅 很多将军跟他一起起来的 所以他要干掉他们 他要通过一次一次大的政治运动 通过你死我活的这种权力斗争 才能取得他个人的这个权威 所以他很不容易 干掉很多元帅 干掉很多将军 甚至把国家主席干掉 政治运动不断的这个进行 在后面 才能大体上控制这个军队 然后成为一个至高无上的 个人性的这个领袖 这个过程是很艰难的 那么郑小平时期 他财军的时候 也是比较艰难 因为那个时候军队 所谓的有革命传统 革命传统是假的 那个后面的这个军事的军头 希望保持自己的这个军队 是真的 所以那些军头还没有死 所以说我们这个军事 什么狼牙山 那个是什么山 这个又是红军什么什么部队 所以你不能踩 所以踩了才是 要在这个军事的 这个军头之间的势力范围之内 进行这个调整 很不淫逆 那些军头 虽然那些军头可能他没有真正的掌握军队的权力 当然他又私底下讲话的这个权力 他到处乱讲 到处串联 那些上将有的那脾气很大 你急又大了 所以给郑教平很大的这个压力 那些现在习近平没有 习近平没有 这些将军们 你应该意义上我认为这是假军人 什么叫假军人 这部会打仗 也没有成为一个正规的 这个可信纳的 一个真正军念化的程序 一步步上来 都是缺牛排马 论取作假 这个行毁受毁 当下的这个将军 这些将军们 对于习近平来讲 没有真正的 这个军队的这个威慑力 我说不要把中国的这些将军们 别看他的这个 这个军种传的跟将军一样的 跟美军一样的 实际上那些人都是没有 没有真正的军事力量 在后面支撑他的 你拉一个准 你这就调查他 肯定是个贪官 什么哥布雄 徐在浩 你看看其他的国防部长 或者是这个 现在的这个 这些将军们 没有几个查不出问题的 所以对于习近平来讲 这个力量是 是不足以 形成真正的威胁 他真正的威胁是 那么这些人怎么办 那怎么给他们更好的 这个待遇 你比如说现在 我大抵上估计 未必因为等到 这个军队的这个方案出来 我大抵上估计 他主要不是才将军 才这些下层的 中下层的 大小以下的 这些军官 但是这些军官们 他更加没有力量 你就到地方去 给他一个主要是 他原来是一个团长 到地方去 他的住户问题 怎么解决 他的职务问题 怎么解决 这些问题相对来讲 就是他比较大的一些麻烦 其他的东西 我觉得都是一个小事情 不曾在一个军队 有什么能力和力量 对他产生多大的 个人性的威胁 这个军队是个假的军队 他就是令这个假的军队 去威胁人民 去威胁 制造一个形象 好像他真的是很有力量 这个军队 你第一个 前面那个听众已经讲了 他几十年来打过 什么真正的仗 对不对 从韩战开始 没有一战不是打得稀里糊涂的 我去过中约前线 中约前线那么打仗的时候 整个解军队是不堪一击 完全不堪一击 然后把对方的这个军队描述得很厉害 其实对方也很糟糕 军队也很糟糕 你吃都吃不饱 原来的军队当时吃都吃不饱 就是完全是乱打一气 那个许世友完全是一个 瞎吹捧出来的一个所谓的将军 那根本就不会打仗 一个约战根本没有动用空军 没有动用海军 这个军队在前面冲锋 后面的炮兵在后面打炮 打了谁啊 打了自己的军队 根本就 然后一打仗全部都尿裤子 全部都是这个道路乱跑 因为根本没人指挥了 一打仗就乱掉了 连长都不知道是谁 营长也不知道谁 所以每个人都装兵 都装装裴身子 然后就逃跑 或者是怎么样 现在的约军 现在这个中约 现在很多的老兵很可怜 他们没有得到很好的待遇 但他们当时打仗的时候 也是乱打 什么保家卫国 没有那么回事 对不对 你就是侵略人家 越南的这个土地 然后呢 把越南还打得稀罪糊涂 在亮山撤回来的时候 没有基本上的 耗防的复卫系统 那个军队全部扛着枪 到镇南关 就是这个所谓的有利关 就是这个 这个越南边境的亮山 和越南之间的一个 一个关 我到那个当时 政兰关去看的时候 整个政兰关打得稀罕烂 就是因为 你拆掉的时候 没有基本的防卫系统 这边的中学生 小学生 欢迎欢迎 欢迎解放军 凯旋回来 实际上那个越南边 在后面 一直追打过来 追打过来 打得很乱 这是一个 没有战斗力的一个军队 这是一个 没有真理和正常 这个体面的 这么一个军队 对于习近平来讲 他给他们任命就可以了 任命 你是上将 你就是上将 你就是我的人 对吧 也不需要你真正有什么 尊治功劳 大家都一样 编一个什么学历出来 或者是 做一个什么国防大学出来 那是很容易的一个事情 反正就是 你年龄差不多了 然后我就可以 把你提拔下来 你不是我的人 我就拿下去 这次的真正 对于习近平来讲 最大的一个好处是 提拔他的一些哥们 但是问题是 他的哥们太少了 但是他现在好处就在 不管你是不是给我哥们 我给你任命了 你就是我的人 就是这么回事 那么至于军队 会不会成为一个 挑战美军的军事力量呢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 为什么呢 因为冷战结束以后 大部分的国家 都不需要搞军队了 搞军队干什么 你说英国 你说法国 你说德国 没有几个国家 真的要搞军队 因为侵略别人的 这个土地不得算了 你现在搞股票就可以了 搞投资就可以了 你去发行电影就可以了 你去卖自己的产品就可以了 你何必去把别人的土地 去抢一个地方 去管理 去殖民 那都麻烦了 这个事情早就过时了 美国之所以军队变成强大 美国是有原因的 因为二战以后 是美国在建立了 全世界的安全和平秩序 而且美国的军队 是受到非常严格的限制的 不是说他随便打就打的 对不对 我们对美国经常真的有很多的批评 很多媒体的报道 美中发生什么强奸案 这是有的 说明是美国的这个问题是被公开出来的 对不对 不是被掩盖 不是被掩盖的 而且这种军事行为 像李光耀先生 李光耀是这个中共最喜欢的一个人 就觉得他的这方式 最服务中国 就是所谓的新加坟武士 但是李光耀先生 好像也是一个对美国有很多批评的一个亚洲领导人 但他在美军的方面 立场非常鲜明 非常简单 亚洲的和平 就是要靠美军 因为全世界有哪一个军队像美国这样 是一个正经之师 哪一个军队有美国这样的一个能力 哪一个军队像美国受到这么一种制约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中共要建立一个挑战 美军的军队体系出来 那就是挑战世界和平 那就是做一个传统上的真实强国之墓 这个对于中国来讲 经济发展来讲 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事情 中国今天之所以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 除了他的贪污贪污坏 除了他的WTO给他的一个世界经济和平的机会 除了中国人民的勤奋努力 中国人民非常勤奋 中国老百姓非常的努力 非常的运营支付 还有一个根本的原因 就是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一个和平的亚洲一个环境 这样一个和平的环境 给了中国经济发展的 经济增长一个最好的一个环境 中国现在好像 哎呀我有了这个钱了 开始要进行强军 我觉得这完全是自讨苦吃 然后自行死路 我不认为他真的会经历一个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军队 是不可能的 好 但是呢他在那讲法 给一点感觉 他真的是要威胁世界 真的要威胁和平 这就是中共在早死 好谢谢 所以我不认为他会经历起来 好 400120551 请继续拨打热线电话 黑龙江的吴先生 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请讲 你好 下面好 我是这样 我就是发表一下我的观点 那个 我说一下吧 美国的军队是效忠于宪法 中国的军队是效忠于国家主席 美国的军队是军人士维护世界和平 中国的军队他要做的就是镇压平民 美国的枪口是面向世界的独裁者 萨达姆 卡扎菲这一类的人物 中国的军队 中国的坦克可以对自己的人民开枪 我始终我不相信 就是这样一支部队 能对全世界的就是和平主义民主世界 能构成什么威胁 根本这就是多虑的不可能的事 所以我个人的观点 这就是我的观点 我认为就是整个中国的走向 应该是民主自由和宪政这些东西 如果强求的就是说 国家遭到这个程度 用一场阅兵来展示自己 来愚弄自己的百姓 其实毫无意义 一直走到飞 这国家就是灭亡 谢谢黑龙江的吴先生 河北的河北的胡先生 你好 你好 喂 你好 请讲 你好 听见了吗 可以听见 喂 你好 听见了吗 可以听见 请您把收音机电视声音关小 我想听一下我说 今天是 喂 今天是9月9号 王主席是是纪念日 我说为什么这个中央的媒体 没有提到过王主席这个话题 是不是光顾了权力道政了 给解释一下 谢谢 当然就是靠钱了 但是问题是现在这个整体上 还这么一个腐败的体制 所以对于这个复原转业军人的安置 一直是一个很不到位的一个状况 也有很多的这个原来的军人 那经常会这个因为维权的问题和现在的政权发生冲突 那这种情况是比较普遍的 那么但是如果这次再加上30万这个数字 如果那些人他们一旦被这个打发到地方上去 我估计可能还会有不少的麻烦出现 现在来看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关于这个军队现代化的雄心 有没有的问题 我认为呢这个还是应该说还是有的 就是他还是有想法的 因为毕竟呢这个像这个所谓叫做近海防御和远海护卫 这一点呢他作为一个国防白皮书他已经提出来了 就中国整体上他在国防战略上确实跟以前不同 他有所调整 而且呢这一次呢他可能这个海军 尤其是海军 包括空军不但不会缩编 而且还会增加编制 那么当然还有这个大家都关注的这些个电子 就是这些个信息战的部队 我想这部分也会要加强 所以现在裁军主要是因为现代科技和现代装备的这些个发展 他已经不再需要像过去那样就是靠人海战术 像这个国共内战像朝鲜战争那样 就靠人头去打仗了 他现在呢确实要提高这个部队的质量 这一点呢从无论是大概就是习也应该能够明白 但是这个国内的这些军人军事专家 他们也会明白这一点 然后至于做到什么程度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他能不能做得成 他在现在的这个这套反对军队国家化的这套思路 来还是靠这个党指挥枪的这个老套路 能不能做成 这是另一个问题 但是不排除他们还想这么做 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是需要这个强调的 还有就是说这次的这种军事的现代化 他能不能成功 其实会不会给这个政权造成危险 我觉得做的不好的话还是有危险性的 而不是说这个他们就是肯定是那么听话 肯定是按组织给你怎么安排 组织部怎么安排你就怎么样 这个从历史上看 这个大清朝的清末 他也是要搞军队的现代化 那个时候叫近代化嘛 他也训练了新军 北洋新军和这个在南方也训练新军 那最后出事就出在新军上 那这个武昌起义 他就是由新军造成的 就是最后变成 从兵变最后变成一个全国性的 最后导致大清的覆灭 所以呢这种对军队的调整 或者说对军队包括裁军也好 整军也好 他的这个政治风险依然是存在的 这点我觉得不可以忽视 那么当然这个 这个事情有一部分也是要靠运气 就现任的这位军委主席 他的运气有没有那么好 他的领导能力有没有那么强 还有刚才这个听友们讲到的 说这个现在经济下滑的这种情况下 裁军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原因 我想呢这个有一点其实要注意的 就是中共虽然他可能在这个经济下滑 有他们本身的这个治国能力的问题 治国的思路的问题 有他体制上的问题 但是在维护政权这一点来讲 是不计成本的 这个东西是这个生死攸关 就是他们把这个王 这个党的这个权力 失去权力 看成是跟失去生命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他们会誓死捍卫 但是呢现在就是确实有这种情况 就是一个政治体制 当它出现危机的时候 它的出路在哪 它的出路从历史上看 很可能就是在经济和政治危机 情况出现的时候 会加强一个体制的军国主义化 会使它走向更加集权的这种路径 这一点呢我们从现在的发展来看 也存在这样的危险 谢谢 好 谢谢张先生 和平先生 接下来我想问您请您谈谈 对刘元这个人的看法 因为有一些分析在说 他也许会在这一次的 这个军队改革中上位 那么他跟薄熙来 跟这个习近平之间 这个关系是怎么样的 这个听说原来一直安排给他一个职位 是这个正将军委 这个纪委书记 因为他在反腐房后面 敞出了一些名声 当然很多人后来也开始质疑他 你自己的这个将军怎么来的 我也反复批评过他这一点 我说古正山的中将行贿受贿很不盈利 你这个上将没有靠行贿受贿 你是怎么来的 所以他本身是有很多质疑的 他的思想非常混乱 他的处境跟他不一样的 这些人留到一个不好的下场 我一点都不奇怪 我觉得很荒谬 这个人他没有从他的父亲的身上 得到一个起码的教训 还去在政治上耀武扬威 这个以为真的自己是一回事 是所谓的红二代 实际上是如果他再这样 落到一个很糟糕的下场 我是很高兴的 我很高兴 因为他是应该是这么一个下场 那么他跟习近平呢 应该来讲是一个不好的背景 这个不好的背景就是 因为他的这个父亲 刘少奇是欺负这个 欺负这个高岗 欺负这个习正勋 他们西北势力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力量 当时候刘少奇和周恩来 两个人高杰在一起 制造了所谓的高岗事件 这个是父辈的恩怨 如果这个习近平的妈妈还在的话 那他是会反对这个 如果他还有亲情头脑 那么他我相信 而且他有干政能力 那么他应该会反对 中英这个流言的 所以流言不管怎么样 而且加上他也不是个真正军队里面出来的这么一个领导人 他根本就是一个地方上的人 因为他爸的原因 这个把他搞到河北去 河南去混来一下 混来一下又跑到武警 武警水电部队 这个水电部队混来一下又要再混成一个所谓的上将 他在军队里面是没有真正的威望的 只是因为他在军队里面内斗有威望 有一部分这个战斗内斗的另外一方是支持他的 所以给他这么一个职位的一个安慰性的职位是可能性存在的 那至于是中英的什么程度 我是一直是表示怀疑 我对他和这个刘亚洲这两个所谓的这个将军了 最正的不能被这个习近平所中英了 我是怀疑的 我很早几年以前 我就不太相信他们两个人会真正得到这个中英 而且这两个人煽动这个民族主义情绪 这两个人在军队里面野心太大 这应该是习近平给防备的两个人 一个是叫刘亚洲 好 谢谢何先生 最后那个张继帆先生 我想问问您刚才谈到中国军队 在他的白皮书里也谈到军队的作用 就是在于近海防御远海护卫 那我想问您就是在今年早些时候呢 这个在香格里拉对话上 中国解放军的副总参谋长孙建国 说过一番相当强硬的这个话 他说这个中国和中国军队历来是不怕鬼不信邪 服礼不服罢 绝不要指望我们会对歪理邪说和强权霸权屈服 那么这番话呢 究竟说明中国军队他的这个信息呢 还是一种心虚 我觉得就是 当然这个孙上将呢 他这个副总参谋长呢 他这个在军队里头算是 就是被认为是一个战略专家 那么但是呢 我觉得他在这次香格里拉这个论坛上的这个讲话 其实更多的是一种 好像是一种外交语言 而且呢 从军队啊 他作为军队也是利益集团中的一个 那么作为这个军方来讲 他们还是要强调自己的重要性 所以呢这个最希望 在国际上出现热点问题 出现争端的 其实可能就包括军方 所以在这点上 军方和这个外交部 他这个 他们这两个系统中间是有些提见的 就是在 在对外的这种政策方面 应该看出来他们姿态也不一样 从军方来看呢 他肯定希望有一些热点话题 来作为呢 强调军方的这个保卫江土 保卫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然后呢 由此来争取更多的这个话语权 和更多的这个国防经费 那从这点上来讲 他们肯定会表现出一种强硬的姿态 所以你在这个近年来所看到的 这些军方的发言 基本上都是这种强硬的语气 但是这背后呢 其实是利益 谢谢 好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 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美国民进集团总裁和平 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 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收看 另外呢 请您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 点击未知留言板 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 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 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 在Facebook或者是推特的账号上 发表您的看法 网址分别是Facebook.com 写线 VOA BBS和Twitter.com 写线 VOA 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们将关注中国船舰 首入白领海峡 以及大阅兵与民族主义情绪 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 准时锁定VOA卫视 我是吕